好 这一节我们来关心在两岸政治紧绷之际 到底如何搭起友谊桥梁呢 现在做了哪些事情 我们来看到正在北京召开的两会当中呢 全国人大的福建代表团 3月6号下午举行的团组会议 会中也针对两岸议题释出善意 我们来现在看到这个善意 他这边提出的是 在平潭的综合实验区的党工委副书记 还有管委会主任黄建波都表示 会适时的来开通对台的邮轮上面的航线 将平潭打造成两岸游客的一个集散中心 请教教老师怎么看 他提出来的这个两岸的一个集散中心 还对这个对台邮轮开了一个航线 这是在520前夕释出的一个善意吗 我想这个善意当然是跟两岸的交流 观光当时有关 你等下要回到后面 你可能有谈到这个 我们这么限制这个对大陆这个 观光这个问题 可是我觉得他提到平潭这个 我觉得蛮有意思 因为平潭那个开发 其实早期 他开会的时候 有一次平潭开会的时候 我是去那边看过 他平潭本来有个地下 海底隧道 准备从平潭 好像通到新竹好像是 那个海底 他当时我记得当时跟我们讲 那个材料都已经准备好了 就看你台北的一个政策 你就决定了 他们马上可以做这个海底隧道 那但是问题是 他希望打造成另外一个深圳 可是很困难 我当时我到平潭去的时候 我也到他那个这个 有一些台商去 游客生意并不是那么好 那主要因为风大 平潭风大 那不像这个深圳他比较开发 深圳今天的这个国... 深圳的居民这个索德 我看他全世界都数一数二了 搞不好 我听他们讲这个 索德很高了 在中国到了一定是排第一的 但是要平潭是很困难 我觉得他这个意思 你说提出善意 还不如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因为他离台湾这边也 新竹我刚才讲也比较近 所以也希望透过两岸的这个商业 或者经济什么的交往 来开发来发展平潭 过去深圳的台商这里面 也是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对 所以我就要从 我现在双赢 合作双赢 不能说完全基于就是 对台湾这个赛意这方面来考量 好 那我们紧接着来看到 台湾这边又是做了哪一些事情 陆委会主委先来看到秋泰三 在3月6号他到立法院进行的 附录旅游团的停招专题报告 好 秋泰三他说中方 我们来看到这个画面 秋泰三表示中方为对等开放旅行团来台 而单方面是开放台湾的团客 将会导致的是逆差持续的扩大 那么将会造成这样子的 才会做出这样子的一个决定 秋泰三他还特别强调说 政府欢迎两岸对等的来开放观光 好 再来我们看到的是我们的交通部长王国才怎么说 他说3月到5月期间一共是有4000团 10万人都已经陆续出去了 但是中方的部分没有释出善意 他说已经请业者来带团去到大陆这边去了解 而为了让台湾的观光客过去 对方也应该要做出努力才对 好 陆方这边看起来已经积极的有释出一些善意 我们来看我们这边包括王国才跟秋泰三的回应 林老师怎么做解读 这边的话当然就我们政府的立场 我们一定会要求的就是说要一个对等 这个是没有错 任何一个政党的担任政府 一定会要求对等这一个角度 可是其实我们可以去看到 现在中国在这方面的一个讨论也好 或者中国在抛出来的对台会台政策也好 它是有一点不太一样的 这一点不太一样呢 我必须说现在其实对中国来讲 OK 国家层面他们所谓的国家安全 像是什么M503航线 或是军事的一些行动 这是另一回事 它这一边它不太可能会说 因为跟你两岸好了 所以我这边就停止 但是换方面讲 它也不会说因为有这些事情 有些地方就不跟你去做互动跟合作 这又是另外一边 现在来中国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 它是一个切得很开的 它这是一个我们讲的两手策略 军事的这一手硬一定会硬 可是它也同时间会有一些软的这个层面 可是这个软的层面 你说要从一个非常高的中央北京这个层级来讲吗 这个不一定 它比较有可能会是像刚刚我们讲平潭 一个地方 特别是我们要看的是今天中国就直接讲福建 它是作为这个对这个与台融合交流的一个示范区 等于说由它来做一个领头羊也好 由它做一个带头也好 去宣布这一些的一个政策 这一点是我们要认清的 就是它会用的是地方来的角度 那你说它是不是地方对地方是一种矮话或什么 这个又另当别论了 只是今天我们在跟中国在互动的过程中间 有时我们要把一个 它讲的安全层面的一些鹰派比较强硬的作为 跟它在进行谈谈 跟它在进行交流这一边 有可能的机会 可能是要把它分开来去做一个观察的 那当然你说现在的话 中国有没有可能会有一些更多的善意 比如说之前我们说这个旅行团嘛 那这个旅行团我们去了很多人 可是他们那边好像没有什么相关的一些活动 那他现在说开放这一个平坛 可是我毕竟觉得这个好像还不是 力度还不是那么大 我个人会认为可以接下来去观察的 可能是在520前后 接下来的520前后就是等于说是 接下来的赖总统上来之后就任之后 会不会有一些新的一个变化 我觉得这是可以观察的 好 520前夕官方的态度 我们持续的来关注 不过在民间的方面也做出了很多的努力 我们来看到YouTuber如何来促进这两岸之间的关系 我们来看到有一个YouTuber 因为过去可以看到很多都是在操作路客 都是比较负面的情绪 但是有一个YouTuber 他们是两个人在亲迈的一个中国籍YouTuber 他们造访台湾 频道点阅是我们带大家看到画面 已经从23万冲到将近40万 那么还有影片是达到2000万的一个影片点阅率 那片中他们探讨什么呢 他们就是说两个人第一次自己来台湾 然后要在台湾生活又很慌乱 很多东西都不太确定应该要怎么样去做 那么还有很多俏皮的这些对话吸引大批粉丝 他们对话包括说 我不清楚悠悠卡还剩下多少钱 或者是把路牌念错 还是喝了这个淡水盒的水 到底是淡水还是咸水 这吸引许多的民众去看 那这种自发性的内容创作者 其实他们是不带偏见看台湾 这样子能够被称为是样板吗 丰丁姐怎么看 好 他去试那个淡水盒到底是咸的还是淡的 这件事情特别好笑 因为他觉得既然叫做淡水盒 就一定是淡的 就应该没有咸味 就没想 好 我想在台湾不会有人想要去尝试 对 因为觉得污染的问题 这个回想 我其实比较特别想要谈的反而是钟宁轩 他的那部影片 因为钟宁轩他在台湾作为一个 YouTube的网红 他是一个很特别的 他对年轻人的吸引力其实非常高 因为他自己打破了传统对于男性的特别印象 而且他很强调就是他女性化的那一面 那么在学校里头他曾经遭遇过霸凌 然后所以他可以表达出一些 现在的年轻人当中 如果他跟主流社会不是那么样子一样的时候 他很勇敢的发出完全不一样的声音 所以他完全不在乎你扣他任何的帽子 因为他反正从小就跟别人的意见都是不一样的 他曾经大骂过蔡英文 他也曾经支持过蔡英文 那他最近去大陆 那回来之后他所拍的那个大陆这件事情 他说他改变了对于大陆人的很多的看法 因为他发现了就是从台湾去看大陆的时候 有很多的人可能那个传统印象 刻板印象都是错的 但是我也必须承认 他并没有承认他自己是 他不认为他自己是中国人这件事情 我相信跟大陆之间 还是会有很多的隔阂 好 但我现在为什么要讲这件事情 因为不管是Shine也好 或者是还有陈老师 或者是钟明轩 他们都反映了一种 新的年轻人的态度 两岸中国年轻人的一个态度 就是我可能会有我的坚持 可是我愿意打开我的心态 用开放的心态 然后去接纳我实际上面看到的 跟我被宣传的差别 然后他告诉大家这个差别在哪里 而对年轻人是有影响力的 那这种影响力是一直我期待的 所以我为什么非常期待两岸 能够不断不断的交流 因为我认为你只要交流多了 这样子的不管他是用YouTuber的形态 或者他可能用日常生活发表的方式 或者在日常生活当中 跟别人交流的方式 他就会告诉你 那一些政治人物所宣传的 那一些刻板印象是错的 我们实际上面 或者是说我们可能在网路上碰到 比较立场尖锐的人 他们所传递出来的讯息是错的 我们看到的不是 就大陆的网红来到台湾 看到的是台湾人的 很可爱 很善良 然后非常愿意帮助人的那一面 而周明轩看到的是 大陆的进步速度这么的快 然后大陆人其实也跟我们日常生活 碰到的这个台湾的民众 其实有很多地方也是一样的 现代的 进步的 那可能在政治立场上 他没有办法认同 我觉得这可以慢慢来 这一点其实是我在生活周遭的时候 碰到的年纪 不见得是我的粉丝 因为我粉丝族群 可能在政治立场上面 他们有一定的政治立场 但是非我的粉丝 他们会觉得说 我讲得好像比较中立的时候 他们会来跟我沟通 他不见得能够接受 我完全的政治立场 但是他们觉得 我带给他们不一样的想法 这件事情 他们愿意接纳 那这件事两岸在交流的时候 我很希望给很多的年轻人 去理解两岸真的跟 政治宣传的不一样 赵老师怎么看 同样一个问题 刚刚凤鑫姐帮我们特别提到一个很重要的观点 就是现在两岸的年轻人越来越愿意 透过自己亲眼所看到的 不再去相信一些政治上面的宣传 那确实有看到这样子的一个现象吗 赵老师怎么看 有 因为我最近隋下联副主席去大陆跟宋涛他台湾主任还有其他城市的一把手 第一把手 我发现他们就在强调两岸 未来两岸青年交流的这个重要性 这可能是他们未来对台工作的一个重点 为了对台工作 青年交流 对 一定是对台工作 尤其是他们一直强调 因为他也可以 他也从这次台湾的选举 他也建议 国民主党你要做好青年工作 为什么票都跑到柯文哲那里 对不对 好 这不管 那我实际的经验 我跟马英九他那个基金会 我跟他们那些台湾那些年轻人 那么去过大陆去访问 那么我也接待跟马英九经会 接待大陆到台湾那青年访问 太棒了 他们青年之间那个交流 我不认为他们 就是说原来可能也都不是了解对方 但因为来了以后 这边人到那边去 那边人到这边 你来我往以后 我觉得他们建立了 非常深厚的这个感情 他们的联系的方式 都是什么加LINE 或者加微信 加微信 非常棒 我觉得这个工作要继续下去 不要让台湾的年轻人 以为大陆的高铁会没有靠背 我觉得然后又知道 你要插一张也吃不起 我觉得这很重要很重要 是 林佑老师呢 怎么看 我会觉得没有错 今天的交流绝对是对的 但是同样的一小个 不友善的举动 也会造成扩大的效果 所以其实这边的话 其实两岸都一样 如果说你今天去了 然后有受到一些麻烦 或一些困扰的话 这个对于内部来说 对于另外一边来说 也会有更大的一个危机发生 林佑老师 OK 地人政治 内政之间 战略价值 强权崛起 小国生存 现在与未来 动心事件走向 掌握世界脉动 全球观点 近战 环球发展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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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